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跟著代表隊的阿公阿嬤們 一起練習比賽的舞步和舞技 為了鼓勵銀髮長者活到老學到老 走出戶外結交朋友多運動 延歡老化健康老化 基隆市總共選出四隊 將在8月24號代表基隆市 參加全國銀髮活力秀總決賽 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 特地抽空到七堵 為其中一隊七堵代表隊隊員們鼓舞士氣 今天我們來到七堵區的 我們的這些阿公阿嬤們 他們今天在練習在備戰 下個星期的全國的比賽 我跟阿公阿嬤們講說 他們就像上個星期的 全球關注的在巴黎舉辦的奧運會 這些來自世界各個國家的好手 我們基隆的選出最優秀的四隊 他們下個星期會去林口參加全國的比賽 享受比賽 他們在這個練習的過程 出賽的過程 就已經把自己的手阿腳阿練得很有力氣 腦袋變得很精翹 所以他們就是不會退化 然後出去享受比賽 不管得金牌銀牌 不管得地級名 能夠跟來自全台灣各個縣市的長輩交流 就是一個很享受的事情 我們基隆市這四隊 除了阿公阿嬤也 都各有帶著一些小孫子一起去 他們或跳舞或有一些樂器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動作 相信我們基隆市的長輩都可以在基隆市的社區 過得很健康享受生命樂活 七股區銀法俱樂隊在基隆市舉辦的銀法武力秀總決賽中 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績 將和其他代表基隆市的三隊進軍全國大賽 記者胡俊松基隆報導